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国际贸易食物 夏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第24讲的课程 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 我们要跟同学继续来谈贸易相关的保险 可是不是跟我们在前三讲当中所谈到的货物运输保险一样 我们要谈的是其他的贸易相关保险的制度 好 我们现在首先来看我们这一讲的课程大纲 今天我们跟同学谈的主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输出保险 第二是产品责任保险 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输出保险呢 所谓的输出保险指的是 为了保障出口厂商因为国外厂商信用风险 或者是外国的政治风险 以至于货款不能够顺利收回而遭到损失的保险 为什么要投保输出保险呢 那么这个保险制度的设计呢 最主要是为了鼓励发展输出贸易 那么保障出口厂商的出口利润 以便来提升出口厂商的竞争力 而承保的单位呢目前呢有中国输出银行 还有呢它的策略合作的银行 第一银行 至于呢输出保险呢 它承保的风险主要有刚刚我们在意义当中 所提到的两种危险 分别是政治风险还有呢 这个信用风险为主 那么呢第一个我们看到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呢包含了像进口国或者是跟本交易有关的其他国家政府 禁止或者是限制外汇交易或货物进口 或者是进口国或者是跟本交易有关的其他国家发生战争 革命内乱或天灾 以至于终止外汇交易货物运输或者是进口 那么这是政治风险 另外呢主要还有信用风险 它指的是国外的进口商不履约导致出口商遭受损失的风险 那么除了主要的政治风险跟信用风险之外呢 它也同时呢会有包含到汇率变动风险 那么它指的是呢本国币相对外国币升值 使得出口商遭受汇兑损失的风险 除了某些保险呢它还包含了融资风险 那么它指的是银行给予出口厂商融资之后呢 出口厂商没有依照约定呢 偿还本息呢所导致银行呢 它收不回呢这个融资本息的这个损失 那么这个是融资风险 那么在多数的这个输出保险当中的话呢 我们承保的是类似像政治风险 或者是信用风险呢这类的风险 那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汇率变动风险 或者是呢这个融资风险的话呢 它只在于一些特定的这个输出保险的种类当中呢 那么它才有承保的 那么输出保险的话呢 它是为了要让出口商呢 能够呢有这个信心 那么呢因为呢有这个输出保险呢 作为后盾 那么让他呢没有呢这个后顾之忧 能够放心的去呢 专心的去这个做出口 那对于呢这个出口国来说的话呢 因为有这个输出保险的设计的话呢 那么也可以呢让本国的这个出口金额呢 因而增加 那么呢增加外汇的收入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呢输出保险的话呢 那么在各国呢 那么多数呢都是属于一种政策性的保险 那在我们国内当然也不例外了 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那么在以往的话呢 主要都是由中国输出银行呢 它来承办的 那么输出保险的话呢 主要是以这个出口的交易呢 为主要的这个承保的这个对象 那现在的话呢 又多了一家策略的合作的银行 那就是第一银行 所以厂商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向这些承保单位呢 那么来投保的输出保险 在有需要的时候啊 那么呢来规避呢 自己可能呢会面临的各种的 因为输出呢所 可能会产生的像信用风险呢 或者政治风险以及其他的风险 那银行呢 它也可能啊 那么因为呢 对出口商融资之后呢 那么会有这种融资的风险 那银行呢 也可以呢来投保这种输出保险 好 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输出保险呢 我们主要呢 在谈的是出口商的这个信用风险 或者政治风险的 这相关的输出保险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介绍哦 在这个我们国内的市场当中呢 这个输出保险的种类有哪一些呢 目前呢承保的承办的这个种类的话呢 包含像脱收方式 也就是DP或DA之下的输出综合保险 还有呢全球通账款保险 此外中长期延付输出保险 还有呢海外投资保险 以及海外工程保险 另外呢记账方式 也就是OA出口的输出综合保险 还有呢信用状的出口保险 此外像中小企业的安心出口保险 还有呢国际应收账款的输出信用保险等等的 那么这个是目前呢 中国输出银行呢 它所推出的输出保险的这个种类 那当然呢 中国输出银行呢 它会根据市场上的一个需求 还有呢市场的变化 那么呢适时的呢 来推出呢各种不一样的这个输出保险 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话呢 跟同学介绍呢 在市场上 那么比较经常存在 而且呢厂商呢 在需求方面呢 是比较高的一些输出保险的种类 我们挑几种呢 跟同学来做介绍 首先呢要介绍的是脱收方式 DP或DA方式出口的综合输出保险 好 那么呢我们首先来看它的 承保的对象呢 指的是呢 一年期以下 以DP或DA方式呢 有本国或其他第三地输出货物的交易 那么它的要保人 以及被保险人的话呢 都是出口厂商 而保险的标的的话呢 是输出的货款 那么它承保哪些危险呢 有承保信用风险 还有政治风险 信用风险当中的话呢 包含了有进口商破产 或进口商行踪不明 以及呢在DP方式之下呢 进口商不付款 或在DA方式之下呢 进口商不成对汇票 或者是成对汇票之后呢 却不按期的来付款的 这是信用风险 接下来看到政治风险包含哪些呢 包含进口地政府禁止或限制进口或外汇交易 还有呢 进口地发生战争革命内乱或天灾 导致终止或停止进口或外汇交易 好那么接下来呢 要看到是保险的价款 原则上呢 是以汇票金额为保险价款 但是输出的汇票金额 如果大于货物的这个总价的时候呢 原则上以输出货物总价呢 为保险价额 至于保险金额呢 保险金额呢 至多只保到保险价款的90% 好那么有关于DP或DA呢 相信同学呢都已经知道 那么这种付款方式 这种付款方式之下呢 出口商呢 那么因为呢 他并没有银行的担保 那么同时呢 也没有呢 这个银行的这个融资 所以呢 对出口商来说的话呢 不仅呢 这个资金的这个运用上面呢 会有一些 问这个比较多的困难 那同时的话呢 因为他承担的比较多的风险的话呢 也常常呢 让这个出口厂商呢 当他们接到DA或DP的订单的时候呢 常常呢 会有一点犹豫不前 好 那么呢 也因此的话呢 中国输出银行 他推出这样的这个保险的话呢 可以啊 适时的呢 让这个出口厂商啊 在以DP或DA的方式付款的时候呢 来转嫁 他们可能会面临的信用风险 或者是政治风险 那么只要呢 支付保费 那么呢 就可以哦 将这些风险呢 移转给呢 这个承保单位 那么呢 就可以呢 保障呢 他这个货款的这个收取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万一因为信用风险 或政治风险的发生 而让这个货款呢 有没有办法收回的这个情况的话呢 那么承保机构呢 他会补偿呢 出口商相关的损失 好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第二段的课程 我们跟同学呢 继续介绍其他的 输出保险的种类 待会见 同学 欢迎你回到我们第二段的课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呢 介绍其他的 输出保险的种类 下一个我们要介绍什么呢 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是 中长期的 延负输出保险 那么他的承保对象呢 是以一年期以上 分期付款方式输出 整厂设备 机器产品或其他资本材 或提供技术 以及劳务的交易 而他的腰保人 以及被保险人呢 都是出口厂商 至于保险标的呢 是以输出货物的 严付货款 或提供技术 或劳务的价款 以及他的利息 至于承保的危险的话呢 也是一样 有信用风险 还有政治风险 信用风险的话呢 包含契约对方破产 以及呢 契约对方延迟旅行债务 六个月以上 那么至于政治风险呢 跟我们刚刚前面的 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 保险的价款 是以分期付款金额 以及他的利息 作为保险的价款 而保险金额呢 保险金额呢 至多是以保险价款的 百分之九十呢 来作为呢 保险金额 厂商呢 那么有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输出资本财 或者是呢 会提供呢 这个劳务呢 或技术服务呢 这相关的这个交易 那么因为呢 这个付款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 这类交易呢 它往往呢 这个金额呢 也比较大 所以呢 如果啊 这个会发生啊 这个信用风险 或政治风险的话呢 往往啊 这个损失呢 会非常惨重 那么也因此的话呢 为了鼓励厂商呢 能够放胆的啊 去接啊 这样的这个交易呢 那么我们推出了 这样的保险 那么适度的呢 让厂商可以把这个 它所面临的信用风险 或者是政治风险呢 能够移转给这个 承保单位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呢 在万一啊 发生了这类风险呢 而有这个货款 没有办法收回 或者没有办法 如期收回的时候呢 那么就可以呢 请这个承保单位呢 来进行理赔 那么补偿呢 出口厂商的损失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 下一种的保险种类 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种要介绍的是 以记账方式 就是有OA Open Account 这种付款方式呢 的输出保险 那么它的保险对象呢 是以本国出口厂商 以记账方式 跟国外进口厂商 签订买卖契约 而有本国或第三地 输出货物的交易 腰保人以及被保险人呢 也都是出口厂商 保险的标的呢 就是输出的货款 承保的危险呢 原则上也是两个 一个是信用风险 还有政治风险 信用风险包含了 进口商破产 或者是货物输出之后呢 进口商不提货 或者是进口商到期 不付款的这一类 因为信用风险 而导致的货款不能回收 另外的话 政治风险呢 跟我们前面说的 几个保险是类似的 来看到呢 保险价款 原则上是以契约价金 但如果呢 满满契约所在的 这个货物价金 大于输出货物的总价的时候呢 原则上就以输出货物的总价呢 为保险的价额 而保险金额的话呢 是至多保险价款的90% 那同学我们刚刚介绍过 那个OA 就是Open Account的 这种付款方式 那么目前呢 国内有很多的厂商呢 那么在对外交易的时候呢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在接订单的 可是呢 我们也知道 那么用OA来付款的话呢 对卖方来说 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呢 他要承担 这个进口商呢 可能呢 拿到货了以后呢 他不付款 或者是说呢 因为进口国呢 的一个政治风险 那么导致呢 这个货款呢 不能如期回收的 这样的这个损失 那么 可是呢 国际市场的这个竞争 让出口厂商呢 又不得呢 不以这个OA方式呢 来接下订单 那怎么样能够 让呢 这个厂商呢 在有风险 那却又呢 这个 担心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免除他们呢 这类的这个顾虑呢 那么输出保险 那当然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可以呢 让厂商呢 在以OA方式的 出口的时候呢 那么能够适度的 移转他们可能承担的 信用风险 或者是政治风险 那当然呢 如果厂商呢 我们用OA出口 但是呢 我们认为啊 不会有这个 信用风险 或者呢 这个政治风险 非常低 我们甚至没有的时候呢 那也不一定要投保呢 这样的这个 输出保险 那么可是呢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 我们要介绍的 下一种的 输出保险的种类 是信用状出口保险 那么呢 它的保险对象呢 是以不可撤销 信用状方式 由本国或第三国 输出货物的交易 要保人以及被保人呢 是这个出口厂商 而保险标的的话呢 是输出的货款 至于承保的危险的话呢 原则上也是 有包含两种危险 包含呢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的话呢 有开创银行倒闭 遭到清算 银行宣告破产 或依法定程序申请重整 被拍卖 或者是被接管 或无力偿债的时候 或者是开创银行 不成对汇票 或没有正当理由 就不付款 这个是信用风险 至于政治风险呢 开创银行所在地的国家 或地区的政府呢 禁止或限制外汇的汇出 或开创银行所在地的国家 或地区发生战争 革命 内乱或天灾 以至终止或停止进口 或外汇汇出的 那么这个呢 是信用状的输出保险 同学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哦 以信用状付款呢 不是已经有银行的担保了吗 那为什么呢 以信用状付款 还要投保呢 输出保险呢 最主要就是呢 虽然呢 信用状有银行的担保 但是如果呢 我们呢 这个额开状的银行 信用 我们觉得有点顾虑 或者是说呢 这个开状银行所在地的国家呢 这个政治风险很高的话呢 那当然呢 就算是以信用状来付款 也不见得能够呢 绝对的来避免 可能会遭受到的 一些风险以及损害 所以呢 针对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地区 例如像中东地区的国家 或他周边的国家 那么呢 为了拓展呢 对这些国家的这个贸易 但呢 又能够呢 让出口商能够放心的出口呢 我们就设计了 这一类的这个输出保险 所以呢 要知道哦 它主要的对象呢 都是以这些呢 风险比较高的国家呢 它所开出来的这个信用状交易 为它的承保的对象 好 那么课程进行到这儿呢 我们接下来呢 要用Q&A的方式呢 跟同学继续地来讨论呢 有关于输出保险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厂商投保输出保险 是否需要抵押品 对于国外的进口商 是否有信用限额的规定 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呢 要不要抵押品呢 输出保险呢 它是承保出口商安全收回货款 只要承保的风险 例如信用风险或政治风险 经过评估呢 到达承保的标准 就可以纳入保险 所以呢 出口商是不需要提供抵押品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 进口商有没有信用限额的规定呢 是有的 承保的单位 它会依照进口商的营运状况 规模 资讯等级等等呢 来予以核定呢 进口商的这个信用的额度 好 所以出口商我们就要了解 我们的交易对手 也就是进口商呢 它的信用状况怎么样呢 当然呢 直接关系到 我们的输出保险的 这个相关的额度 那么被核定的是如何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输出保险的 这个保费的高低呢 当然呢 也跟呢 承保单位 他所承担的这个风险的高低有关 那么如果我们的 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越好的话呢 我们要负担的保费呢 就会比较低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厂商投保输出保险 可同时获得承保银行的融资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是没有办法同时获得 承保银行的融资哦 不过厂商呢 倒是可以凭的输出保险证明书 在办理保险权益转让之后呢 向承保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呢 来办理融资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哦 输出保险它只有避险的功能 是不同时具有融资的功能 这跟我们之前所介绍的像 Factoring啦 或者是forfitting呢 就有点不一样哦 不过呢 如果说我们投保了输出保险之后呢 要办理融资呢 也是不是很困难的 我们直接凭的输出保险的保险单 向承保机构 或者是向其他金融机构呢 来办理融资呢 那就可以了 好 那么 有关于呢 输出保险的部分呢 我们就谈到这儿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 我们还有其他的单元 跟同学来做分享哦 我们等会见 欢迎你回到第三段的课程 我们在上两段课程呢 跟同学说明了输出保险 下一段课程呢 我们要接下来谈 我们这一讲的第二个单元 那就是产品责任保险 我们都晓得啊 厂商呢 那么他会顾及到啊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啊 那么呢 在他的这个产品呢 在生产啦 设计的时候呢 一定呢 会考虑到消费者的这个安全 那么这个不仅是厂商的责任 而且呢 也是呢 向这个消费者保证呢 他的产品呢 优良的一种促销的方法 那不仅如此哦 各国的政府呢 为了保护呢 他们人民呢 在消费的时候的安全 他也会对 各种的产品呢 那么制定了这个标准 那么一旦呢 这个有不符合标准的这个商品呢 是不准在市场上呢 销售的 好 所以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 检验的这个标准的一个制定的话呢 他也能够呢 保障呢 这个消费者呢 在消费产品时候的一个安全 只不过说呢 即使呢 制定了这样的标准 或即使呢 已经通过了这些标准的这个检查 可是呢 有的时候产品呢 他难免呢 会在呢 他销售 或者是储存 或者是 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也会呢 造成了消费者本身 或者是其他第三人呢 身体的伤害 或者是财产上的损失 好 那么对于这样子可能的这个风险呢 对厂商来说的话呢 他不不尽然 他能够完全的这个规避 也因此呢 产品责任保险呢 那么就提供了厂商 那么在避免这样的这个风险 那么以至于 那么可以维护 维持呢 他在营运上面的一个顺利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险的制度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的是 产品责任保险 那么在介绍产品责任保险之前呢 我们先跟同学来谈谈 什么叫做产品责任 所谓的产品责任呢 他指的是 产品的制造商或供应商 所制造出售的产品 因为有瑕疵 而导致第三人的身体伤害 或者是财产损失 依法应付的损害赔偿责任 那么我们谈到产品的瑕疵 所以我们看看 什么是产品的瑕疵呢 他指的是 依照消费者保护法实行细则的规定 产品瑕疵指的是 商品或服务有安全或卫生上的危险 也就是 为具有通产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的 例如说 设计错误 生产跟组装的失误 包装跟容器不良或不当 或 警示标语劝缺 或者是 说明不当等等的 这些呢 它都是产品的瑕疵 而什么又是产品责任保险呢 它指的是为了保障企业 因为生产或贩卖 具有瑕疵的商品 导致他人身体或财务受损 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的保险 那么这类的保险呢 它相关的内容呢 被保险人的话呢 包含了与产品的产销 具有关系的任何当事人 包含像制造商 供应商 装配商 经销商 批发商 加工厂商 进出口商 还有零售商 都是可能的被保险人 而我们要求呢 意外事故呢 必须要在保险的 有效期限之内要发生 还有意外事件发生 而导致第三人身体伤害 或财产损失 依法应该由被保险人 负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 很重要的一个要件是 被保险人呢 他已经受到赔偿的请求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产品责任保险 它的特点呢 是保险的标的是 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 损害赔偿责任 而保险契约的当事人呢 是保险人跟被保险人 保险金额的话呢 原则上保险人最高赔偿的金额呢 称之为是责任的限额 好 那么讲到这儿的话呢 我们跟同学啊 那么说明啊 所谓产品责任保险呢 那么它的可能的被保险人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有很多可能在这个 整个从制造 一直到销售过程当中呢 很多的当事人 那么他们都可能会因为消费者 在使用这个消费的 这个商品的时候 因为产品的瑕疵 而导致他身体的伤害 或者是财产的损失 那么他必须要赔偿给消费者 而这个是他可能会面临的 因为产品瑕疵而导致的风险 如果他有适度的去投保 产品责任保险的话呢 他赔给消费者的这个赔偿的金额 他就可以呢 转嫁给这个承保单位 那么由这个承保单位呢 那么来赔偿给他 那么这个是呢 产品责任保险呢 它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至于产品责任保险当中呢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保险的这个金额呢 它是一种责任保险 那么所以呢 原则上 在产品责任保险当中的话呢 是没有所谓的保险金额的 只不过说在市场上面 我们通常还是称它为是保险金额 而这个保险金额的话呢 通常就是由这个保险人 还有被保险人呢 他们在约定 那么有多少的这个责任的这个限额 那么依照这个责任限额呢 来承保 所以呢 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不足额保险 或是超额保险的一个情况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事项 有关于保险费的部分的话呢 是以这个销售金额 生产量或工资总额呢 来作为呢 这个计算的基础 而损害赔偿的范围的话呢 它包含的直接损失 还有呢 间接损失 所谓的直接损失啊 我们比如说 以这个身体的伤害来说好了 那么消费者因为呢 使用了这个瑕疵的产品 那可能受伤了或生病了 那么他相关的这个医药的费用 那当然呢 就是直接的损失 那可是因为他生病或受伤了 他暂时不发工作 那他呢 所减少的这个收入 那就是间接损失 那如果说以财产的损害来说的话呢 那么这个财产呢 他可能啊 这个遭受到损害 那么他所发生的这个损失 那当然就是直接损失 那另外的话呢 消费者因为这个财产的损失 那么他可能因此呢 要减少他的收入 或让他收入因此而中断等等的 这些呢 就是间接的损失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厂商投保这个产品责任保险 它能够有什么效益呢 第一个 它可以转嫁赔偿的责任 第二 可以因此而有助于商品的销售 第三 可以保障企业的资金安定 创造信用 第四 可以因此而节省处理索赔的时间跟人力 所以我们知道啊 厂商如果可以适度的投保产品责任保险呢 那么不仅呢 可以呢 保护呢 消费者的这个权益 而且呢 对他自己企业的这个营运呢 那么也有一些注意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我们错误观念导证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看同学 你可能会犯的错误观念是什么呢 错误的观念是 输出保险承保的信用风险 包括进口商的一切信用风险 好 为什么这个观念呢 是错误的 虽然我们在前面介绍的各种的输出保险当中呢 都跟大家提到啊 他承保了进口商不付款的信用风险 但这并不包含呢 进口商呢 他因为不想要履约了 那不想要付款了 所以呢 他可能会找一些理由 那么来拒绝付款呢 这样的风险呢 原则上是不含在输出保险的承保范围里头的 例如说呢 我们以DA方式出口 那进口商呢 他已经成对汇票了 可他成对汇票之后呢 他不想要到期付款 那他就找很多理由呢 那么挑剔单 这个货物的瑕疵等等的 那么来拒绝付款 那有关于这个买卖双方呢 这个契约方面的这个纠纷 而导致没有办法收回货款的这种信用风险呢 原则上是不在输出保险的这个承保范围里头的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也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错误的观念呢 我们应该导致为什么样的正确观念呢 正确的观念是 买卖双方有关交易的争议 例如货物品质的问题 并不在输出保险的承保范围之内 无法获得理赔 好 那么这个正确观念呢 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呢 在我们呢 上学一跟同学介绍的 Factoring或者是Fuffeting里头的话呢 也是一样啊 有关于呢 这一类的契约的风险的话呢 都不在呢 他们呢 承办机构呢 所承担的风险之内哦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复习 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纲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关键字 输出保险 脱收 中长期延付 OA 信用状 产品责任保险 好 那么有关于贸易相关的制度呢 我们到这一讲呢 就跟同学呢 说明完毕了 来看看我们下一讲 要接下来跟同学谈什么主题呢 下一讲呢 我们开始要跟同学来谈货物的运输了 我们要谈海洋运输 里头的海运经营的形态 还有定期船运输 好 客人顿进行到这儿呢 我们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下讲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